董又林某红坛主持尴尬遭吐槽 与邓伦相遇未采访被质疑有私心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董又林在主持方面要学的东西还是非常的多的 而在等待嘉宾上场时董又林为了缓解尴尬 甚至在现场唱起了自己的歌 虽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但是在面对嘉宾到来时却说不出话 甚至让嘉宾尴尬怎么看都是有点失之时 不过邓伦和董又林两人 虽然见面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做出一些事情 但是董又林这样的做法也是被网友们吐槽 是不是带了一点私心 毕竟两人在见面时虽然很礼貌地握手 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是隔得很远了 也难怪网友们会猜测两人见面看见对方时 是不是都在偷偷地打量对方 顺便再自己对比一下